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745集 血神子的心思 3 刹那间呢,这纸幅立刻被染成了血色 旗上的名文仿若活了一般,散发出阵阵奇异之光 与此同时,一片赤色的火焰自这纸幅之上燃起 地先服务,杀此人 姚昌东右手一指亡灵,声音中透出争鸣 这纸幅一闪,立刻冲出 居然穿透了血魂漩涡 更是从阴风中直接透过 没有半点损伤下,直奔王林眉心而去 王林双目瞳孔猛的一缩呀 这纸幅他极为眼熟 与除物袋内两个纸幅几乎一模一样 此刻,那纸幅之上却是爆发出一股 令王林心神俱阵的气息 这气息极为可怕 不能抵挡 王林全身寒毛竖起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瞬间笼罩全身 他毫不犹豫,立即退后 但那纸幅却是始终不散 反而速度更快 危机之际,王林不假思索 退后中一拍楚代 射神车飞出的同时 他一指不远处的姚昌东 与此同时更是拿出一张纸幅 学着姚昌东的样子,咬破舌尖喷出一口惊血 那惊血融入纸幅上 立刻,纸幅同样散发鸿芒 燃起了赤色火焰 与那姚昌东甩来之幅,碰的一下碰在了一起 掀起一股巨浪,四下散开 王林扔出的纸幅立刻崩溃 全部燃烧,化作灰激消散 但,姚昌东的纸幅却是并未全部消散 而是还有支架大小的一片 直接穿透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 漠然间落在了王林眉心之上 王林身子一阵 他只感觉眉心一热 好似一股火焰在眉心燃烧 立即波及全身 一股无法想象的封印之力 瞬息间从眉心散开 在他体内疯狂的蔓延 眨眼间呢 便把他全身原力连同原神 全部封印得干干净净 这,这是仙仪族的符文之力 但仙仪族的符文 怎么可能会这么强 王林倒吸口气 眼中露出骇然 全身原力刹那间 全部被封印 此刻的他就如同一个凡人 其身体立即变得虚弱无力 若非塔山急速而来 使得王林盘膝坐在其左手之上 怕是王林立刻便会落入下方 那无尽的星空之中 在他的旁边呢 射神车化作蝴蝶 轻轻地扇动翅膀 看起来好似没有任何危害 姚昌东大笑起来 没有了王林原力牵引 他的所有法宝此刻全部停止 呼风之术也是立刻消散 姚昌东一步迈出 右手双指成剑 直奔王林而来 取取杨师修为 也敢与我斗 许墨 你去死 宁孝中啊 姚昌东速度惊人 直奔王林而来 其右手双指 更是蕴含了浓郁的原力 这一指若是点在王林眉心 不仅他的肉身会立刻崩溃 就连元神也绝对无法逃出 将会随着肉身而亡 就在这姚昌东 双指来临的一刻 王林身旁的蝴蝶 尽管没有了王林原力驱使 但此物自有其 与其他法宝明显区别之处 一旦开启便自成循环 此刻翅膀轻轻一伸 立刻那姚昌东 便身子一顿 砰的一声其胸口炸裂 他整个人立即抛出 在十丈外 刚一停下 立刻蝴蝶翅膀再次一伸 姚昌东眼中杀鸡一伸 在蝴蝶翅膀闪动的刹那 一拍处待 立刻再次拿出一张纸服 这一次却不是抛出 而是漠然间按在了自己的眉心 立刻 一股浓郁的符文之力 从那指幅上爆发而出 在姚昌东身体上弥漫 刹那间呢 大片大片的符文 在此人身体外的星空中 焕化而出 碰碰之响回荡 蝴蝶翅膀每一次煽动 这姚昌东身体外的符文 便会有大量的崩溃 但他的身子却是直接冲来 再次接近王林 必须要杀了这许墨 他只不为杨石修为 就已然这番厉害 若是等他达到了亏捏 我绝不是他的对手 王林盘西坐在塔山左手之上 塔山更是不断的后退 试图与姚昌东拉开距离 但对方之速太快 却是瞬间便带着 砰砰之声接近而来 王林目中杀鸡消散 一片平静 闭上了双眼 口中轻声道 我知道先生死轮回 后入因果 世间之事可逃轮回 唯独因果逃不掉 有一种力量 不需原力施展 它不是神通 更不是法宝 而是修道之人 一生所修之道 亦或者说那是一种信念 一种感悟 千年修道 感悟出的一切 便是王林的意境 在这生死危机的一刻 王林施展出了自己 很久没有使用的 意境之道 意境之战 便是道法之战 道法之中千变万化 没有胜负 有的却是生死 王林摊开双手 平静地开口 我左手 掌世间之音 右手 我天地之果 这便是因果 我的因果 他睁开双目 左目有日 右目寒月 望着姚长东 抬起左手指去 阴出 意境临身 在这一刹那 星空不在 连同四周的一切 全部消失 姚长东的身影 默然间止住 他不得不止 在他的眼中 王林的身影 在这一刻 无限的高大 尤其是其双手 仿若有一个虚幻的鞭子 此边手尾连接 形成一个圈 那圈呢 便是因果 姚长东 有种强烈的感觉 若是自己再踏出 必然会陷入对方的意境之中 到了那时 他即便是杀了对方 自己也会沉入 那玄之又玄的 道患之中 怕是此生 永远地沉入因果 无法苏醒 道境之战 只能以道境对抗 但 真正能把自身之道 完整地施展出来者 并不多见 甚至可以说 很少 这与修为无关 而是感悟 对于这天地的感悟 对于人生的感悟 对于自己的道的理解 姚长东 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这许墨啊 居然可以施展出道境 他神色阴沉 没有退后 而是盘膝作响 与亡灵之间 只有不足三丈间隔 闭上双眼 立刻 一个金光虚影 在其头顶三出 这金光虚影 先锋道骨 更是先气弥漫 显然 是一个仙人 垂死挣扎 便让你看看 我姚家之人的道 姚家之人是仙人 我这一族 传承至仙界 是仙人后代 仙人不休意境 但我等后人 却是以荣耀为意境 昔日先祖之荣耀 便是我姚族之道境 姚长东上方的仙人虚意 渐渐凝食 最终更是脱离了姚长东 一步之下走出 迈向王林 因果道境所化的圈 我族之人 信奉先祖之荣耀 这世间一切意境 在先祖荣耀之下 却是全部都要碎 姚长东脸上露出狂热的崇敬 随着他的狂热 那虚幻而出的仙人 更加凝实 昔日荣耀 今日如何 这世间万物 皆为因果 这因便是仙人的荣耀 王林神色平静 左手放下 右手抬起 这果便是仙界崩溃 王林右手轻轻一握 平静地说道 你荣耀之人可还存活 你知道可能逃出因果 王林身体外的那因果之圈 在这一刻 漠然间旋转起来 形成一道漩涡 漩涡外是因 漩涡内则是果 先人灭亡 逃不出天道因果 其后人也无法逃出 你知道境却是不堪一击 千般仙术又会如何 荣耀道境可笑 王林摇头 他看破了对方之道 以荣耀这种虚幻之物为道 以狂热的崇敬为意境 就算达到了巅峰 也逃不出其先祖的笼罩 因果之间 漠然间飞出 直奔那虚幻的仙人之影而去 在灵境的刹那停了下来 仙人不修意境 凭着先力强开天地之力 却是大错 不然仙界如何会崩 以先帝之强不修道境 仍然也要止天封颠而亡 你知先祖比先帝又如何 先帝不修道便是因 其封天而亡便是果 你足先人身份不如先帝 修为不比先帝 神通更是不如先帝 不修道 强取天地之力 在天道之下 你先祖灭亡就是因果 你知荣耀在我看来 就是一场空 人都已经被天所灭 何来荣耀 姚长东 你所修意境 所修悼念 全部都是一场空 你先祖身亡 你不求如何反抗 反而以荣耀为尊去修那荣耀道境 不但你所修为空 就连你姚家老祖也是一场空患 到了最后 你姚家一族必然灭亡 姚长东双目怒争啊 喷出一大口鲜血 却是心神重创 亡灵的话语如同一把把利剑 疯狂地刺入他的心中 让他根本就无法反驳 甚至心中啊 在听闻了这些话后 居然隐隐地生起了一丝迟疑 因果之圈外的先人虚影 此刻漠然间模糊起来 好似随时都可以消散 你望自以荣耀为尊 以荣耀为道境 这荣耀只不过是你虚幻而生 你可真正见过你先祖之荣耀 你可真正感受先祖之荣耀 凭空所想 这荣耀就是空 你修至窥涅初起 道念上却是根本就没有自身感悟的半点 全部都是虚幻生出 如何与我对抗 我知道念经历人生巨变 亲人离别之痛 嗜血杀戮之恨 爱人生亡之苦 王子消怨之梯 明悟生死轮回 知晓世间之事 虽说归去虚归 但却要逆天而行 不受命运操控 成就生死轮回大道 更是意境变化 感悟出因果之境 而你之道境 只不过是虚生荣耀 这荣耀早就随着你先祖灭亡 随着仙界崩溃 全部都已经烟消云散 姚长东 你大错 姚长东身子一晃 再次喷出一大口鲜血 面上毫无血色 仿若一个死人 双目更是暗淡 整个人露出迷茫 因果之圈外的仙人虚影 更为模糊 你姚家杀我 视为因 而你悼念被我因果所破 就是果 你这荣耀悼念 在因果之下 还不破 王林一声大喝 双目露出奇异之光 姚长东身子一颤 其上空的仙人虚影 彻彻底底地崩溃 随着仙人的崩溃 四周的一切再次恢复如常 星空出现 种种的一切落在姚长东眼中 好似万年时光一晃而过 王林的因果悼念 也随之消散 他眉心之上的半片指幅 却是随着悼念之战 崩溃了 体内原力瞬间运转 他整个人一跃而出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命》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脉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